看张颂文的回复总会让我泪电降低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儿还好吗 7月1号 张颂文最近在他的微博上动静不多 从福建那边回来之后就再也没发过 然后都是抽冷子给回复一下 但是很少 昨天他突然像要完成KPI一样 一下回复了十几条 而且时间线是乱跳的 甚至最远的都回复到几年以前了 主打的就是一个出气不易 因为有很多人跟我说 你看张颂文老师集中批改作业了 我就赶紧去看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每次看张颂文的这种回复 就给影迷朋友们的这种回复 都会让我很感动 都会让我泪电降低 我也一直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大概给大家读几条 先是有人问 今天老师回复的时间跨度有点大 张颂文说 就是随手翻翻 看见了就回复一下 有点无厘头 是不是 其实这个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他回复了这位朋友一句随口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提出的问题 我就在想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他亲切 让我们想要亲近 因为你不会再找到另外一个明星 跟网友的互动是这样的方式了 很多的年轻的明星 他们都是以怼粉著称的 经常动不动心情不好 就直接开怼 甚至去噎自己的粉丝 有时候粉丝很好心的去提醒他 你发型应该怎么样 说的已经很客气了 很小心翼翼了 他都直接会怼回去 邀你管 给你有什么关系 就诸如此类的这种语气 但是张颂文从来不会 他会把你可能是没什么营养的话 他会认认真真的给你回复 让你觉得无比的亲切 而且我们明知道 他是一个知名的演员 他现在非常的忙 他每天都有通稿 而且他的文字能力 他的对生活的理解 他本人的知识储备和信息密度 都远远高于我们 但是他愿意俯下身来倾听 他愿意跟我们平视 就像是一个亲切的朋友 坐在他家的小花园里面 放着两杯茶 面对着夕阳 在这轻松的聊天 他愿意这样的去跟粉丝和影迷们交流 这种愿意向下兼容的 这种勇气和这种态度 其实才是他成为一个宝藏演员 他成为一个让我们觉得无比亲切的 已经不能成为仅仅是一个演员 一个偶像的 这么一个人的最关键的东西 这就是他宝藏的原因 他昨天回复了一个网友 2021年11月23号的一条 这个网友就说了这是我的记忆 就是附了一张图 是一张游轮的图 张宋文就回复 我以前当导游带团游长江三峡 经常能在长江上看见这样的轮船 很多乘客站在轮船的走廊上乘凉 船和船在长江上遇见 对着对面的船挥手 大声打招呼 对面的船上一定会有人回应你 这样这时候 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 你看他就是网友随意给他回复了一句话 配了一张图 他会认认真真的给人家去讲他一段经历中的故事 我觉得对这些普通的影迷粉丝或者网友来说 你得到这样的回复 你用受宠若惊这样的词 其实有点俗了 就是会感到很惊喜 就是会感到很温暖 就是会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 所以我觉得一直他做的事情就是 我尽可能的俯下身去靠近你 告诉你这个世界 还有人愿意倾听你的话 还有人愿意看到你发的东西 然后愿意认真地回复你 我们可能日常在社交平台上 你在社交网络上去发这些东西 多数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粉丝量的话 是没有人回复你的 即使有人回复你 现在的人也多以利器为主 希望找到你的错处 希望找到你的问题 希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挤兑你一下 去给你挑挑刺 但是愿意这样温柔恬静 倾听你的声音 认真的给你回复 甚至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 去找到类似的事件 与你共情的人 你一个都找不到 甚至你在你家里都找不到 这就是我们觉得他亲切的根本的原因 然后有粉丝跟他说你胖橘太可爱了 很难想象以前是只流浪猫看胖橘的功夫错过了 看老师 我也有只胖橘帽 所以我对他的胖橘也是喜欢的不得了 然后张宋文就回复 现在家里多了两只猫 胖橘子每天像个室外高人一样满院子巡逻 晚上自己在房顶睡觉 很不屑和同类在一起的样子 他就会给你把自己的生活去点滴分享 让你觉得他就好像在你身旁一样 还有一个广东的朋友 他说小时候我觉得自己的镇都很大了 小时候没见过世面 外面的世界完全不知道 出来工作了 有朋友在稍微上班远一点的地方买房 当时自己心想那么偏远的地方也买 是不是傻了 一点都不方便 后来才发现自己是经地之娃 以前总是觉得不是身在此处的地方都是不好的 这也是个21年的恢复 然后张宗文在昨天6月30号给他恢复 他说2007年的时候 我有朋友在北京望京买了一套房子 我还觉得他疯了 这么远谁会去那里住我 前几年我再去那里 发现那里像个市中心 是的 北京望京现在的房价均价非常之高 很吓人 而且超级繁华 我每次去里头 近里头都会迷路 你看张宗文就很好的去跟每一个人共情 这些人他不认识 这些人他也不是什么大V也不是知名人士 他们他就会去跟你共情 他会去跟你分享你的生活 然后还有网友说 从小到大都没见过码头呢 张宗文说 以后不光能看见码头 一定还会看见海洋 他会鼓励你 他会给你希望 他会愿意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 愿意让你希望往前走 说实话 你给我再找出一个演艺圈的明星 能这样做的吗 还有一个网友说与海风一样温柔的是什么 是文仔 张宗文回复和文仔一样温柔的是什么 是你们 所以我就说每次看他的东西都会让我泪点降低 就是这样 我会感动于他的文字 一个是他的文字既清楚 然后又透彻 还蕴含了很多哲理 这都是他的人生经历和知识储备带来的 这些东西有很多人身上有 但是这些人未必会愿意这样跟你分享 一对一的分享 只有他 就是很多朋友给他留言 希望得到他的祝福 只要他能翻到 他会一一祝福 当然他现在很忙了 他没有办法 每个人都给回复 但是大家会期待得到他的回复 因为知道他如果看到 他如果有时间 真的会回复 这就是我们喜欢他的样子 最后用一段我看到的粉丝的话 结束今天的节目 他说张宋文 我想往这样的温柔和渊博 就像书卷缓缓铺开 有厚度也谦和 这就是张宋文在我们心目中的样子 他让我泪点降低 他让我觉得人间值得 他让我觉得总有希望 他让我觉得世界美好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将关注